給你買的花謝謝親愛的 難道 你就從來沒有回過我呢 啊 啊 好了 嗯 你答應過我的 等解決完劉子欣 就跟我結婚 放心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真希望那天快點到來啊 想藏著我老公 沒耳朵 好 喂 子欣 你睡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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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前面怎么回事 不过了就是 不说过了 有门了 快进房 不要 我发生了 能睡了 后久没有了 我也要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老公 你不喜欢 喜欢啊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要不就送给我吧 我感觉还挺适合我的 我喜欢 只要是我老公送了 我都喜欢 那老公你帮我戴上 嗯 好了 怎么样 好看吗 是不是很嫉妒啊 那你赶快找个男朋友 这样就不用羡慕我们了 谁说没有 你有男朋友了 你怎么不 不再给我们看一看了 我呀 是怕你见了会吓一跳 不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吗 有什么可吓人的 他喜欢蒸菜还是西餐 我好提醒准备啊 就按照老周的喜好准备就行了 我逗你的 我的意思是 他跟老周一样 什么都吃不挑食 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 什么都吃那不成猪了吗 我可没这么说 我觉得挺好的 子欣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等你半天了 老公 我们 我们要看孩子吧 别闹 身体刚好一点 我都没有事了 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乖 别慌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等你身体好点了 他想要多少个孩子都行 吃吃喝 好吧 睡吧 我在哪儿 睡吧 我在哪儿 睡吧 睡吧 是 公司出了点急事 我先走了 早餐你热一热再吃 老婆 牙膏换成了你喜欢的草莓味 喝点咖啡 谢谢 对了 公司有什么急事吗 急事 没有啊 发生什么事了 周平一走就走了 说公司有急事 老周出差去了 你放心吧 他不会骗你的 其实吧 他昨天就该走了 但昨天不是你生日吗 你们两个昨天晚上怎么样 我身体刚好 不差谁是 男人啊 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能忍得住 他该不会是在外面吃饱了 到家吃不下了吧 不会 老周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啊 知道 你家周平可是出了名的 二十四小好老公 那你说 他事业有成 人长得帅又温柔 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 想要同怀送抱呢 哎呀 我就那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 别当真 哎呀 别当真 别当真 知道了 行了 那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走 哎呀 送我送 走了 拜拜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 毕竟今天是他的生日吗 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的今天日 我肯定要来陪你 居然已经准备好了我的生日礼物 好漂亮 不过跟我平时的风格不太一样 他该不会是在外面吃饱了 到家吃不下了吧 老公 你那边怎么样 有点累 不过好在都顺利解决了 这次出差 曼曼怎么没跟你一起去啊 他呀 我还有别的安排 我给你带了礼物 明天回去带给你 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记得把门锁 改好被子 别着凉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早点休息 我们还有这样多久 快了 那你能不能快点解决啊 不自由安排 哎 子欣啊 快来尝尝我带回来的点先 这可是我排了好长时间啊才 这是什么 从哪翻出来 哦哦 估计是咱们之前旅游的时候带着的 人在箱子里一直没拿出来 子欣 你是在怀疑我吗 对不起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才会让你不说眼镶 周平 你为什么要骗我 张贼 老板娘你来了 耳环挺好看的 男朋友送的 周总呢 周哥和曼姐在办公室聊事呢 我带你去 哦 周哥和曼姐在办公室聊事呢 我带你去 哦 我来给你们送下午茶 小杨 给大家拿过去吧 谢谢周哥 谢谢老板娘 我看送下午茶是假 来试茶是真的吧 子欣 下次别再这么大老远送东西过来了 我怕你累着 你是怕我累着 还是怕我来公司啊 子欣 你怎么了 你怎么说怕我累着 感觉我像个废人一样 你们忙吧 我先走了 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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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事了 我怀疑就拼出轨了 那个人是 什么 你怀疑老周出轨小杨 你帮我盯着他们好不好 不可能是小杨 人家有男朋友感情好着呢 我就感觉他不对劲 他那段耳环 耳环怎么了 你没听见吗 他叫周平周哥 是不是有点太亲密了 曼曼 叫周哥就算亲密了 那我还天天和老周黏在一起呢 我逗你的 曼曼 我说认真的 你能不能也认真点别打岔 我很认真 难道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吗 怀疑你干什么 你可是我的好闺蜜跟他们有不一样 曼曼 你觉得周平会出轨吗 有可能 我原来就跟你说过 你们现在老夫老妻的早就没有激情了 而男人呢 都是洗洗研究的 所以啊 爱情还是需要点情趣的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如果老周真的出轨了 你打算怎么办 刘子轻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怀疑你出轨了 让我看着你了 我好期待啊 你说 如果他发现出轨他老公的 就是他的好闺蜜 他会不会彻底崩溃啊 如果老周真的出轨了 你打算怎么办 阿姨你怎么哭了 阿姨没事 阿姨别难过 阿姨陪着你 谢谢安安 阿姨要是有一个你这样可爱的孩子 就好了 而男人呢 都是洗洗研究的 所以啊 爱情还是需要点情趣的 老公 下班来这里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给你买了花 谢谢最爱的 难道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呢 你 呀 小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好了 你带领过我的 等解决完刘子欣 就跟我结婚 放心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真希望那天快点到来 想抢走我老公 没有 喂 子欣 你睡了吗 我今晚加班可能会有点晚 嗯 那慢慢跟你在一起吗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 我现在回去陪你吧 好啊 那你跟慢慢一起来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阿姨是要生宝宝吗 是啊 阿姨 一直都想要个宝宝 阿姨别难过 宝宝就行了 宝宝就行了 真的不用我送你回去了吗 不用 我就住在你楼上 好吧 阿姨再见 再见 安安 慢点啊 OK 子欣 你在干嘛 我在送楼上的小女孩 小女孩 给你买的花 谢谢 子欣 这花呢 可是我们回来的路上 周冰特意买给你的 谢谢 老公 焦嘴 阿 妈妈还在呢 那有什么 她早就习惯了 阿 嗯 曼曼 你男朋友对你好吗 当然 她 她能像我跟周平这样吗 老公 我想吃这个 老公 你想说什么 傻姑娘 我是想说 如果 她做不到的话 那就是不爱你 你得清醒一点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啊 有时候可不能 只是看表面的 老周 对不对 那这 这女人的话题 我不太懂 诶 子欣 你不是说 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吗 哦 对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还有礼服要送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嗯 老公 我怀孕了 哈哈 嘿嘿 嘿嘿 嘿 嘿 你怀孕了 嗯 你要当爸爸了 开不开心 嘿 蔓蔓 你要当干妈了 哈哈 怎么了 怎么都不说话 都高兴傻了 哈哈 呃 那个 松满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呃 你先回去休息吧 哎 老公 你收拾下桌子 我去送满满 不用麻烦 不麻烦 你是我的好闺蜜 送你离开 不是应该的吗 走吧 我的好闺蜜 你送我下来到底想说什么 这束花 是挺好看的 可惜有点脏 脏了的东西 就应该扔紧垃圾桶里 你 你觉得脏 可是老桌雪特别喜欢 花店里那么多交爱余地的鲜花 他唯独一眼就看中了这束 男人嘛 一时新鲜罢了 黄玫瑰虽然色泽艳丽 但是以色是人 色衰而爱吃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懂办 喂老公 我刚让个垃圾马上上去 嗯 在这么一会儿 周平就想我了 亲爱的好闺蜜 那你只能自己回家了 哼 哼 我们走着瞧 给大家买了好多好吃的 快来休息去吧 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少拿这套红木 有子新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可能跟他有孩子 你对我连这点心事都没有吗 那你都是快点解决啊 我不想再过这种多多藏藏 见不得光的日子了 明明我们才是 什么事 周哥 曼姐 外面 都别站着了 想吃什么拿什么 别这么拘束 以后啊 会经常给大家安排下午茶福利的 毕竟公司有今天 是离不开你们的付出更努力的 快来 现在是上班时间 这样不太合适吧 我是老板娘 我让你们吃 没人敢多嘴的 老板娘请客 大家怎么能不给面子呢 子鲜 你怎么来了 老公啊 我怎么感觉 曼曼比我更像老板娘呢 没有的事 她就是在帮你招呼大家的 是吗 那我可要好好考虑考考她了 曼曼 是我特意为你选的 绿茶味蛋糕 我家公司 辛苦你了 绿茶味 我们公司确实是曼姐最辛苦了 对啊 曼姐最累了 我们周哥也离不开嘛 辛苦当然是不敢当 只不过老周的事啊 就是我的事 哎呀 我要是周这么忙下去 可能连陪男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 老周 你得对我负责是不是 他是我老公 能对你负什么责呀 嗯 行了 那个大家赶紧吃完工作去吧 来吧来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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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走走 工作长 不 哎呀 哎呀 你看你一会还有跟客户开会呢 老公 脏了个东西就应该扔了 我呀 给你买条新的 领带我替你买了 紫欣 满满快来 我都跳花眼了 你在干什么呢 给宝宝选用的东西啊 我跟我老公都特别期待这个宝宝呢 还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呢 就乱买一起啊 我老公赚钱 不就是给我给我宝宝画的吗 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那你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千万别让他空欢喜一场 怎么会呢 只有盯着别人的东西才会空欢喜 幸福可不是偷来的 满满 你男朋友有和你结婚的打算吗 结不结婚的重要吗 一个男人如果心不在你这儿 就算结了婚生了孩子 该出去偷吃还是会出去偷吃 是啊 不过有些女人天生就爱倾见自己 明明知道对方有老婆和孩子 还是不要连的往上踢 不过呀 范健的下场就和那是黄玫瑰一样 让人 看笑话吧 刘子欣 别装了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那天你约周平去酒店的信息是我回复的 你不都看见了吗 还装什么装 你感觉你这样做有意思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挽回周平吗 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就是你的真面目苏玛 我们之间那么多年友谊 都是假的吗 也许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那我还真记不清 刘子欣 我原本不准备骗你这么惨的 但你太喘了能有什么办法 我暗示过你多少次你就是不接招了 哦对了 你想看看我跟周平平时相处的状态呢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啊 非常的有机器 因为我们各方面都很和谐 而像你啊 除了每天会说什么 当初你妈拿钱给周平开公司以外 你还会什么 哦对了 你以为他真的因为担心你的身体 才不碰你的 他是厌烦了你 他看着你就想吐 我和周平是合法夫妻 我们之间的事 轮不到你来说三道死 看到你这副恶心的样子 想吐的人是我 你 徐徐先生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离婚 刘小姐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但是我得负责任地告诉你 现在的情况 对你不是很有利 如果想要争取到利益最大化 你最好先了解一下 你们夫妻共同的资产状况 共同资产 是 比如公司现在的经营状况 家里存款有多少 名下有几处房产 是否是婚后财产等等 掌握的信息越多 对你也就越有利益 目前我只知道 公司是婚后 我妈初见创立的 应该算是共同财产 其他的都是我老公在打理 我不清楚 等我回去查一下 好 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早就想清春家产 一直在防着我 你好 快点 没法门口了 安安安在家吗 阿姨来给你送好吃的了 安安 周太太 你在干嘛呢 我找安安 这是住在这儿的小女孩 这儿 这房子一时空着 没住人呢 周先生说过 说你那个精神不太好 有什么特殊情况 让我们通知他 也是说 周平说我是精神病 不是不是 周太太 不是这个意思 您别误会 真的真的 我 安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真的是我的幻觉吗 不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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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给 难道是他在牛奶里下药 是我产生的幻觉 孳大夫 我给你 我给你 我也要 偷 semb my 阿曼 听话 我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放心 柳子欣 很快就会消失的 他果然都害我 我今天不想喝 乖 牛奶对你的身体好 我说的我不想喝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乖 不舒服就更不要喝了 子欣 要听话 钟先生 你好 这个 你好 那天都发生什么了 您仔细给我讲讲 是这样 那天您太太在敲那个606的房门 说是要找一个叫安安的小姑娘 可606那套房子 一直空着没住人呢 行 谢谢您 如果再有什么情况 您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谢谢 没事没事 再见 子欣 你睡了吗 刘小姐是吧 快请进 快请进 我想查一下 我怀疑 怀疑你丈夫给你下药 对吧 你怎么知道 来我们这儿的 都是这些 我们老板特别有经验 可惜啊 他现在没在 刘小姐啊 这灯塔啊 是我们老板自己拼装的 他呀特别喜欢 哦对了 我们老板 还专门为你准备了 安全大礼包 我们老板 还专门为你准备了 安全大礼包 这个是防狼喷雾 一喷一眼睛就瞎 小型摄像头 如果你老公啊 吓害你 就没把过程 全部录下来作为证据 这个是防狼电机棒 如果你老公答案 你就用它垫 这个是解锦器 牛奶中还有精神的药物 他可能想弄疯你 子欣 你在干嘛 子欣 你怎么了 子欣 子欣 你 我真的缠上幻觉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冷静 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证据 我不会让你们输院的 男人 男人永远不会拒绝主动的女人 公司 公司有点急事 我需要去处理一下 老公 你真的太辛苦了 我去睡了 我去睡了 晚安 师父 跟上他们 姑娘 您这儿去得够远的呀 都到合宅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过来 站住 你站住 周平 别过来 好 小心 别过来 子欣 你放下他 子欣 别过来 别过来 抓住他 来那儿 来来来 抓住他 抓住他 放开我 放开我 干什么 放 赶紧进去 周平 周平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周平 快 周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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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有没有人救救我 大夫 大夫 我不是别人 你快放了我 你快放了我 大夫 你冷静一点 没有人会伤害你 很多刚来这里的人 都会不适应 慢慢就好 大夫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大夫 我真的没有病 我刚没有放 是我老公 我老公给我规避出轨 他们把我当情人的人 把我关起来 他们要陷害我 放的不是我 大夫 放响正 家重 大夫 你好好休息 一会儿护士拿药给你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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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大夫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散我 我没有放大夫 是我老公 是我老公要陷害我 大夫 我要接周平 我要接她对付 我上岁和他 我上岁和他 上岁和他 我下岁战 啊 沒人能從這裡逃走 沒有人 沒人 你為什麼要用我的臉 快關給我 我讓郭哥快點找我 在這兒 快快追站住 別跑 快這邊 站住 子歇 你想去哪兒 快點 別跑 分手追 啊 子欣 你醒了 早饭做好了 别过来 别过来 你怎么了 是做梦了 还是哪儿不说话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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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抓什么抓 昨天差点把我缩了精神病院 你抓什么好人 你跟苏玛的事我都知道了 就是个人渣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你别吓唬我 你小心点 别伤了自己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 我砍死你 好好好 我不过去 不过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你能不能慢慢讲给我听 就算你要砍死我 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子欣 你想去哪儿啊 子欣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呀 什么精神病院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你还在狡辩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出轨 你还把我牛腩里下药 车祸之后 你的精神状态就一直不太好 总是会出现幻觉 还会间歇性失去记忆 我在牛奶里放的 是医生给你开的镇顶的药物 之所以没告诉你 是怕你有心理压力 病情会加重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那我的霸能 你怎么解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之前总是梦游 身上的伤口 应该是梦游的时候不小心碰伤的 不过你刚才说的所有 都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你能不能好好想想 慢慢想 你到底能不能分清楚 真实和幻觉 我还有别的证据 莫冰冰 莫冰冰拍了呀 难道 我真的病了 没关系 我会陪你好好治疗的 别碰我 就算我昨天做了个梦 那你跟苏曼呢 你们两个出轨也是我的幻觉吗 那你还记得 你是怎么出的车祸吗 我们搬家前 有天你送商场出来 刚好碰见 我送一个女客户回酒店 你就误会 我和那个女人出轨了 于是你和我大吵了一架 跑了出去 因为情绪悸动 不小心出了车祸 你醒来之后 就忘记了那段记忆 后来你身上的伤见就好了 但是你总是会出现幻觉 还经常梦游 医生说 是因为你脑部遭受了重创 留下了后遗症 不可能 不可能 子欣 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 我要见苏曼 好 没问题 就在这儿 你亲口说 你出轨周平 我还泼了你一杯咖啡 你是泼了我一杯咖啡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承认过 什么我出轨周平啊 那天我们是准备出去逛街的 那你突然说什么 你怀疑周平出轨 我安慰了你几句 你就 这个女士 那天你走了之后 我就建议你朋友报警的 但是她说你只是生病而已 并且给你老公打了电话 苏曼觉着你的病情加重了 让我注意观察你的情况 我有印象 是这样的 那你们先聊着 还有这对耳环 是我两个月前自己买的 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酒店 我根本就没去过 你可以去查出记录啊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她是你的老公 我怎么可能 那天你约我去酒店 可是我等了你好半天 你都没有来 然后你把我跟苏曼都叫回家 说你怀孕了 可我最后发现 那艳运帮上的红线 是你自己拿红笔画上去的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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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来不来 要不要睡一会儿 我在想 此时此刻又是真的还是假的 子歇 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可是你千万别钻牛角尖 生病不是你的错 只要你积极配合治疗就好了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哦 对了 那天我回了路上 看见那边路口 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 你的主治医生提过 如果你的情况持续加重的话 可以考虑心理治疗介入的 要不我陪你试一试 我陪你试一试 陪你试一试 陪你试一试 我陪你试一试 陪你试一试 陪你试一试 兄弟 我該相信他們嗎 我真的 瘋了嗎 這房子一直控制沒住人的 中間說說您的精神不太 為什麼有什麼特殊情況讓我通知 別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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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別說 柳子欣要看你還要堅持多久 我分不清楚 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幻覺 就像這杯水 他們都說我瘋了 可是那些精力跟感覺太真實了 我無法說服我自己 你出過很嚴重的車禍 有很大的概率會導致精神異常 會出現焦慮 幻覺 抑鬱的症狀 莊醫生 你也覺得我瘋了 子欣 精神疾病是不能和瘋子化等號的 就像人的身體會生病 精神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先找到原因 才能對症下藥 我想找回那些丟失的疾 你能幫我嗎 深呼吸 把你的身體 調整到最舒適的姿態 你現在很放鬆 很平靜 很安全 每一次的呼吸 都會讓你進入更深層次的放鬆 你的記憶 就像是一段影像 存在於你的腦海之中 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它 現在 找到你最想觀看的影像 打開它 沒有 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到什么了 我想不出来 我只有一些画面 我好像丢失了很多记忆 我不知道 调整呼吸 深呼吸 放松 钟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可能你的一些记忆 有刺激和伤痛 你大脑的保护机制 才会开启 保护那段记忆不被你发现 所以我们的催眠才会失败 没关系的 治疗可以慢慢来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看来你的计划有效果了 别人发现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关系 一切还在这空中 别人发现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头脑损伤以后 别人被击律 会造成意识障碍 导致精神行为异常 出现幻觉 哎呦姑娘您这儿去的够远的呀 都到和宅镇了 师父 这个路口右转 我肯定来过这里 没人能处卷逃走 没有人 没人 你为什么要用我的脸 我把你往 你把你往冰不是吗 既然你们都要逼疯我 我倒要看看谁心疯 这 这是什么 竹钢啊 这是生的 生的够有一样的老公 我为你 啊 怎么你不喜欢老婆做的饭吗 老公 我今天心里特别慌 我好害怕 他想回来陪我吧 好 那今天晚上 我早点回去陪你 怎么了 他现在对一切产生了混乱 这不正好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我总觉得 不太对劲 我住了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我好漠 她 我 Om 我偃 我 你 我 那 我 啊 子歇 你在干嘛 切不了手 你在干嘛 你不能再住他 有子先疯了 他又伤到你了怎么办 不行 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 你放心 我有办法能对付他 你 让庄仪卫停止接触黄仪卒 我们得尽快带他回忆 你们东西准备好 刘小姐 你简直是作死啊 他不这么欺负我 我就不能报复吗 你老公这么PUA你 他从出轨 到给你下精神来要我 他在一步步策划 把你变成一个疯子 从而倾夺你的家产 你倒好 自己装疯 把证据一步步送到他手里 那他 还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我担心 他可能会做得更极端 你看 快跑 他要杀你 您好 有什么需要可以帮您的吗 你是 您好我想开个房间 请说是身份证 身份证 身份证好像找不到了 不好意思没有身份证 无法办理入住的 谢谢 随便 有女的喝两杯啊 啊可以回去 你干嘛玩玩吧一起 别管我 没不安 站住 比跟我回来 住 站住 别跑站住 没事 都应该做了 谢谢 不客气 我叫张修琪 谁在弄你啊 你个醉汉 刘子欣 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坏人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那个婚姻咨询所的老板 和你联系的那个小胖 是我的员工 刘子欣跑了 行李丢了别着急 明天再帮你找找 你不相信我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 你这样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也太伤人了吧 你没见过我 怎么能一眼认出我来 来我们事务所的客户 都要登记啊 我当然看过你的照片 那么多客户 你为什么只记得我 那么多客户 刘小姐 我们客户 我们这个事务所看起来 像是客户很多的样子 那不就得了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你的情况 是有一点特殊的 因为你的名字 正好和我小说的主人公 成名了 小说 其实我还有个身份 我是一个作家 你看你又不信 我真的是一个作家 我是写学义小说的 只是我现在 读者还不太多 至于改行呢 是因为生活所迫 不过我这个写作的梦想 是一直都在 那你看 你的名字 就是我小说主人公 成名了 那你写过什么呀 那可精彩了 我写过 神秘密室的杀人事件 还写过同学聚会 离极的死亡事件 还写过那种老公 杀老婆特别刺激 那我活得还真像一部小说 那个 想开点吧 毕竟 你现在已经看清他了 逃了出来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先找个地方 安定下来 再慢慢起步 这边把我所有的证件 都收走了 除了苏玛 我没有其他朋友 我不知道该去哪 我今天就好人做到底 现在 跟我走 请进 总不能让你留到街头 你就先在我家里住下了 就我自己一个人 平时我也不常在家里 自己熟悉熟悉 照顾好自己 谢谢 那就辛苦你了 你别那么客气 你是我的客户 也就是我的 医师父 照顾你是应该的 进来吧 随便看看 成为中国的柯南道尔 是我的人生理想 陈佳说了 理想还是得有的 关于实现了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对的 而且遇到我这样的客户 说不定还能给你提供素材 张老板 我想洗漱一下 你别叫我张老板 挺别扭的 你就叫我张修琪 你等我一下 你好聪明啊 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家里 都找不到洗手间在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儿之前 是不是挂过一幅画 对 但是前不久 他掉下来摔坏了 我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替换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该不会是 来过家里吧 怎么可能 跟你开玩笑了 应该是咱俩品味相似 所以你家里 也应该是相同的布置吧 衣服拿着 洗发水和沐浴露 都在那个架子上 你有什么需要 随时找我 你说他连证件都没有 他能去哪儿呢 他该不会报警了吧 我们得尽快找到他 我 乖子 我一定是疯了 大半夜跑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 你等我一下 你来啦 谁 呢 我就知道你是饿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那就行 你呢就把这当成自己家 哦没水了你先喝点这个 你放心 有我在没有人能够害你的 呼气了 哦 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啊 不过你放心 面条我看过了 肯定没有过气 这样就对了嘛 不要为了渣男 闯眉苦脸 你小说里的刘子欣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她是个幸福的人 因为这次我写的 不是悬疑小说 而是一个 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刘子欣的结局呢 很幸福 你快吃啊 不过锅里还有呢 那你就加油啊 我希望 能早点看到你的小舍 会的 我希望 你能让我睡沙发吧 哪能让女孩睡沙发啊 对了 这个门是可以锁的 要是在 这儿 你那好 那你早点休息啊 晚安 谢谢 晚安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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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欣 还好吗 刘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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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打扰到你休息了 只要你没事就好 是做噩梦吗 我带你看这样东西 保证你会喜欢 走 炼了 这 都有什么用啊 我显示给你看 你把这个点燃 试试看 试试 你终于笑了 对吧 就少轻松一点 你终于笑了 你怎么了 这个场景 我好像梦里见过 有个心理学家说过 其实梦境 就是另外一层平静世界 说不定在那个世界里面 我们真的见到梦 不愧是小说家 真有想象力 放心吧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有我 上一个这么对我说的人 还是我妈妈 张秋七 我想她了 明天 你能陪我去看看她吗 当然 随时奉陪 要不要再玩一次 嗯 你找谁啊 阿姨 请问这床的病人去哪了 哦 那个妹子呀 她昨天被看女婿接走了 据说呀 搬到更高级的摇摇院去了 那个妹子好福气啊 好福气 你好 我想要找个人 嗯 谁啊 我给你看她的照片 你好 不是 这是个女婿 你见过吗 不是 你见过 请问三零二床的病人 你知道她被转去哪了吗 我不清楚 你去前面护士站问一下 这里就 张秋七 你不是在楼下等我吗 等你把你没下来 我不放心 这瓶把我妈藏起来了 怎么办 先离开车 回去盛量 你先别慌 她想由你妈妈来威胁你 应该不会对她做什么的 我连我妈妈现在在哪儿 我都不知道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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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本来就不同意 我跟周平在一起的 因为结婚的时候 我问她吵了一架 我把她的心都伤透了 可 可她还是怕我吃苦 把所有的积蓄 都拿了给周平创业了 可最后还是被我连累了 刘子军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这么自责好吗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 还要 我要让周平和苏曼 为他们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好 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会陪着你的 张秋七 我们结成战略同盟吧 你开个价 事成之后 我保证补给你 我这个人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 特别有正义感 特别爱管闲事 你的事 我管定了 至于酬劳嘛 那我就 等你拿回公司之后 你看上给留下 那设定了 只多不少 成交 这样才有预置的 那 我们是不是该制定个计划 放心 我早就想好 给周平发消息 就说你已经找到你妈妈 我已经找到我妈妈 我进 周平会上老黄谢谢 他这么紧慎 一定会亲自去查看 不过 不会被发现吗 会不会太显眼了 放心 跟踪我可是专业了 哎 老板娘 你怎么在这 老板好 啊 这下好了 你是出动变成打草精神了 周平肯定不会再上道了 放心 我会再想办法的 若不 我们先去吃饭 现在没心情 对了 我突然想到有个地方 可能需要再调查一下 走 好 在这查什么 你会不会画画 学了很多年 不过结婚之后就不画了 那我给你当模特 啊 画画 画完了之后 我就把线索都告诉你 这种机会 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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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好了 画得不错啊 画出我的帅心 你说你画得这么好不画了 不可惜啊 是吧 为了生活 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之一吗 对了 我现在来告诉你 我的线索 人生古短 你要学着让自己开心一点 你呢 就是把自己舒服得太紧了 困在一个地方不肯出来 你要早点释放你自己 这就是你所说的线索啊 这是作为一个朋友的 小小的建议 好 记下了 谢谢你 不客气 你经常来这家画室吗 对 重新拿起画笔的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那我们下次可以经常来这儿 对了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写生 有没有去过西海滩 没去过 那我下次再带你一起去 西海滩特别漂亮 而且在那儿有一座特别高 特别大的灯塔 竟然是他 竟然是他 多连做 别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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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子欣 先回点水吧 我能看一下吗 子鲜 妈妈生病了 你不回来看看吗 你放心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照顾好妈妈 你要冷静一点 她就是在和你打心理战 让你精神崩溃 然后自投落网 我真的很担心我妈妈 准备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走了 有人在跟踪 一定是周平派来的 小女生 小女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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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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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子欣 你怎么还没有睡啊 我可以进来吗 嗯 睡眠了吗 睡眠了吗 我睡不着 是 睡眠了吗 只要我一闭眼 我就能看到周平在害我吗 还有人在追我 子欣 你放松一点 震动起来 好不好 我控制不了 这 这就起 我 我也许 我也许真的快疯了 子欣 那个庄业伤不是联系过你吗 我觉得庄业的治疗 必须会帮到你 我们试一试 好不好 你现在正躺在你最喜欢的床上 很放松 很安全 慢慢地 你忘记了所有的焦虑 不安 还有恐惧 你回到了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 是 就可以面ivamente 不是 当然 吃得满嘴都是 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走 我觉得你的状态 看起来好多了 没有想起来不要紧 医生不是说了 慢慢来吗 我只是觉得很唏嘘 曾经我们那么相爱 现在 那 你现在还爱他吗 我不知道 现在想起他来 只有恐惧和陌生 对了 你妈妈那边有点眉目了 但是找到呢 还需要一点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 我很庆幸妈妈得到二兹海默症 这样他就不会知道 他的女儿有多么糟糕 不会为我担心 你怎么会觉得自己糟糕呢 相反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勇敢的女人 我 对啊 你想 你发现老公变成渣男 立刻就站起来勇敢反抗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踏出去过 我觉得你超酷的 要不要等以后事情结束了 你来加入我们的事务所 做一个英姿萨首的女侦探 你也太会鼓励人了 你一定能成为 很有名的小说家 是中国的柯南道 错 是中国的张修琪作家 你是独一无二的 不如我们 今天 去写生 你是有独心术吗 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计划师拿东西 嗯 你还选灯塔 爱是更古长明的灯塔 他定睛望着 却物不为动 爱就是充实了个生命 正如承拔了酒的酒杯 这是蔡格尔的事 你为什么喜欢灯塔 因为灯塔虽然看起来很古堂 但是它却象征着光明 对于航海的人来说 灯塔就是生命的首屋 有了灯塔 就有了希望 每次看到灯塔的时候 我都会很自然的想起你 只是我现在觉得 就算某一天你不再指引我了 我还是能找到回去的路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张小琪 我们之前是不是就认识 为什么 我对你有一种 过敏的熟悉感 可能是因为我们上辈子就认识吧 所以 老天才派我过来拯救你 刘子欣 我也愿意向这灯塔一个 永远给你照亮情谊 张老板 你对客户的服务也太周到了吧 等事情结束了 我一定给你五星好评 我画好了 画得太好了吧 刘子欣小姐 你介意我用你这幅画 当作我新小说的封面吗 因为我新小说的名字就叫做 刚塔家的爱人 有人在监视我们 知道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算了 又下雨了 吗 还要没事 这 你 我这是怎么了 你干什么 这不是件好事吗 你懂什么 你干什么 找几个人 把刘子欣给我抓开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你应该知道 我对你是什么感觉 可是我还没离婚 可是你已经决定 离开周平了 离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是吗 除非 除非 你对他还有感情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 和你在一起我很开心 可是现在 你要记得 无论我在不在你的身边 你都要保护好自己 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还有你要相信 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的 刘子欣 周平 走 站住 别跑 快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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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你衣服怎么破了 你受伤了 没事 我看看 得消毒然后打破烧风了 都流血了你看 真的没事 你这疤 没什么 那个 前面有一家店 我们先过去看看 走 张秀琪 为什么会有和我梦里一样的疤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买个药 很快 中平你到底想干嘛 你这个是犯法的 我接我自己老婆回家犯什么法 这些店你都去哪儿了 跟谁在一起 我问你话呢 说话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虽然没有想到我们的婚姻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事已至此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们和平分手吧 你为了跟张秀琪在一起 要跟我离婚 你怎么知道 没什么事 真心 对 这就是 这一段 我们不得了 说我们没拿完 我 我 你们 对 说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为了纪念我们的相遇 又相遇了 走 虽然我早就有所察觉 但我一直希望是自己搞错了 知道我亲眼看见 苏曼 今天是我跟子欣的结婚纪念日 天塌下来我都不能下班 等会儿去看一眼 好啊 你怎么不开灯啊 去哪了 这么晚再回来 我不是说了吗 见个朋友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苏曼失恋了 我去陪他了 没关系 回来就好 我明明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除了逃避 我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我害怕失去你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苏曼居然在这个时候 再见 再见 喝点水 不 你们不要再看啊 刘子欣不懂得珍惜你 周平 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人 对不起 我喝多了 我 我想喝水 那天 我本来想鼓起勇气 去找你好好谈一谈 但是你居然要跟我离婚 然后转头就去找了张秀琪 我气不过 明朗朗看着你 我马上到了 我都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在这 路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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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启极 不知道老天 是不是听到了我的祈祷 你不仅忘记了那场车祸 连同关于张秀琪的所有记忆 都一并消失了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没关系 忘了 就都忘了 车祸之后 我们就办了价 我本以为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可我有时候 很清醒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有时候我也很愤怒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痛苦 也是我为了报复你 才跟苏曼在一起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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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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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叫张修奇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该不会是来过我家里吧 可能是因为我们上辈子就认识吧 所以 老天才派我过来拯救你 您好 有什么可以帮帮您 我找你们老板 我就是老板 您有什么事 那张修奇在吗 张修奇是谁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你看 自我创立本事以来 我们的业绩一直优秀 事情交给我们 绝对给您惊喜 这有什么用啊 我掩饰给您看 所以说 从来都没有张修奇这个人是吗 您说的到底是谁啊 我听都没听过 您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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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怎么样 您好 您没事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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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报警ues 报警了呗 好 你面对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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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没事吧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您没事吧 那身体 立志 开枪了 置信大事件 我想起来了 原来周平说的没有错 是我出轨在线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 结果 川医生 你懂那种感觉吗 我感觉自己很无耻 很恶心 子欣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先不要带着情绪去批判和指责自己的失误 你先试着原谅自己 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丈夫 如果你觉得是你自己伤害了她 你应该听听她是怎么想的 不管是一个原谅 或者道歉 或者接受惩罚 你们应该一起去面对的 然后 你就要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了 张修琪 你爱她吗 回来了 吃饭吧 快坐 吃吧 好久没有吃到你做的饭了 真香 这是你最爱的猪股汤 我煲了好几个小时 就是这个味道 我能喝三大碗 咱们 好久都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样子真好 周平 以前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我向你道歉 你想起来了 张医生给我做了治疗 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你怨我恨我报复我都是应该的 子欣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已经说了 我可以原谅你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当作看不见 这真的不存在了吗 你还在怪我宋漫上 我跟他已经说清楚了 我们不会再有联系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 我们的婚姻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无论是谁的责任 我们都应该终止这场错误 你就是想和张修琪在一起 所以你才要离开我 不是这样的 那你发誓说你没有爱上张修琪 你怎么说不出口啊 你说 对不起 刘子欣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却因为受不了寂寞而背叛我 你口口声声说对不起我 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可以补偿你 顾思 家里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 我都可以不要的 你做梦 我不能迷回 主平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你放过我 你放过你自己不行吗 你想要跟我离婚事 啊 周飞会死 你 啊 啊 你发誓说你没有爱上赵修计 你怎么说不说口 你说 您所拨打的电话 请关机 请关机 您所拨打的电话 我买了三冰志 还有玫瑰 老板说这是今天新到的 你看他开得多好 我昨晚在公司睡的 咱家那个水晶花瓶呢 摔碎了 在我亲眼看到你和苏曼去酒店的时候 茶几生的离婚协议你看一下吧 看完签个字 我再去打印一份 马上回来 我会补偿你的 只要你不再见张修计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吃你 最近我听说公司有一些荒谬的言论 本来我不想理会 但是我不能允许有任何人任何事 伤害我的家人 所以今天我就再强调一遍 我们公司唯一的老板娘就是我的太太刘子欣 如果再有人在背后乱说话了 别怪我这个小公司容不下他 你要干嘛 你就听我说 你干嘛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老婆 你什么意思 是他让你这么说的吗 我还要宣布的第二件事就是 苏经理由于个人原因 向我提出了辞职 我已经披着你了 周平 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 你今天就可以披着 你知道 我不喜欢托你带水 什么就是啊 什么就是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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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 你 迫不及大想要羞辱我 你以为这样你就赢了 你可真是好本事啊 明明你才是出轨的那个人 周平还是选择了你 我曾经恨过你 那种感觉很痛苦 但是我知道了一些事情以后 我已经释怀了 我决定跟周平离婚了 离婚 你确定 苏曼 虽然我们不再是朋友 但是我还是想劝你一句 多为自己想一想 你真的了解你所爱的那个男人吗 一切都值得吗 你还记得这家餐厅吧 上次你来的时候 你说你喜欢吃这里的清争语 我们 先吃饭 不吃饭 不喝胃口吗 那么换一下 不用了 新上了部电影 我看好多人都去看了 我也买了两张票 我不想去 咱们都好久没约会了 就当陪我 我累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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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楼下等我 我去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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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你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是怕吓到你 我跟你出轨是事实 你骗我也是事实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我们没有出轨 你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带你 去看一样东西 这是 其实很早之前 我们就已经认识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 大二年年 我向你表白 你成了我的女朋友 我们感情很好 你毕业 我就向你求婚 你同意了 我还没有求婚呢 你怎么就自己把戒指给戴上了 真好看 不过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说过 等我以后赚了钱 我会用真的戒指 换上次那个指挥 你再帮我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等我以后赚了更多的钱 给你买最贵 最大的 你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 一辈子做我每一本小说的第一位读者吗 你愿意嫁给我 一辈子做我每一本小说的第一位读者吗 我愿意 那天我求婚成功之后 就带你来到这家餐厅庆祝 服务员帮我们拍下的这张纪念照 我认识地议议 如何赚了 你愿意嫁给我 也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 你不想说就算了 不管怎么样 周平现在还是我的丈夫 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听我说 周平她接近你是有目的的 她从头到尾跟你说的话 全都是假话 你必须要马上离开她 否则你会有危险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收拾东西 我现在带你走 我不走 再不走 真的来不及了 我一会再给你解释 赵秀卿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 陈兴是能感受得到的 我永远都会保护你 我爱你 张秀卿 我也爱你 子军 你先走 我跟周平说清楚 会去找你的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这是我跟周平的事 我必须自己解决和面对 找到我吗 张秀卿 你是不是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以后不会再联系 我想要做什么你都会答应吗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我想要见我妈妈 她现在在安全的地方 你不用担心 周平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房子 车子 公司 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 可是我能不能求求你放过我 我只想要你别离开我 这张秀卿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就是不能在这儿断了 为什么 因为我爱她 你可以羞辱我折磨 但是我没有办法继续给你生活 我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等你想见出来联系我 周平 周平你干什么 周平 周平你干什么 周平你放我出去 死了这条线吧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周平你放了吗 周平 你放我出去周平 周平 周平 你放我出去 周平 你放了 周平 Ajapan 周平 我们 脅 wol 不要 为什么 这眼图 Rod Rab 为何 好 , 安 遅 ucks ésus Hernandez 墩定记 假大伎量 叫下 怎么了 做梦了 别怕 以后再 你给我回去 周平 你别逼我 子歇 你给我回去 周平 你别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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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歇 赵修齐 赵修齐 我回去 子歇 赵修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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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个猫 赵修齐 看到我 是不是很失望啊 你清醒一点 我才是你的账 饿了吧 做了你最爱吃的 你是打算饿死自己吗 我宁可饿死 我信 你死不了的 你还在骗我吗 除了我跟踪你那一晚 你是不是就把我送到过精神病院 还有庄医生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都想起什么了 你在害怕什么 扯平 我真搞不懂 你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 可是你不愿相信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不能直接说出来吗 是不是想毁了我你才敢罢休啊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一个人的消失 会成全所有人 如果刘子欣和张修琪之间 必须要消失一个 你会怎么选 周平 你到底要干什么 周平 你到底要干什么 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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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来 你真的很爱周平 只有我们两个离婚了 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不是吗 你想说什么 放我走 不可能周平会翻脸 这只是一时的 我走了你才能陪在他身边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放下的 你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你得放了我呀 苏曼 我曾经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相信你也是 让我们最后一次成全彼此好吗 黄一如 你的身份这么在周平那 这个你先拿着 他一直半会儿查不到 哦 手机我放里面了 还有一些现金 你拿好 谢谢你 快走吧 小心周平 他已经疯了 你们 周平 你放开我 周平 你居然自己先走 走开 周平 站住 快走 回来 快走啊 放开我 知道 师傅快走快走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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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欣 这次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这次 是我 我在辛亥的民宿等你 子欣 现在我真好 我也是 有个好消息 找到你妈妈了 她在哪 她被周平藏到老家了 我已经核实过了 人确实就在那 那我们一起去找她 走 老板 买单 今日 公元湖发现一区女尸 脖子上有明显勒痕 死亡时间坚持在凌晨 具体情况还在等警方调查 苏曼 怎么了 是苏曼 苏曼出事了 老板 能借我下手机吗 我想打个电话 行 谢谢 喂 苏曼 你吓死我了 我刚才看到新闻 以为你出事了 周平 我没为难你吧 你在哪呢 怎么是你 苏曼呢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没有人能够逃得掉 下一个就是张秀琪 真的是周平做的 别怕 周平疯了 他不但杀了苏曼 他还要杀你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都是我 都是因为我 苏曼救了我 他杀了苏曼 你帮了我 他也想杀你 张秀琪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你冷静点 我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们要报警 不行 我们现在不能报警 我们没有证据 如果我们让人报警的话 只能大草惊蛇 说不定你还会有危险 那怎么办 我绝对不能让你 跟欧梦逍遥法外的 我有证据 在客户屋里上 安装了精神器 你去哪证据 你懂啊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太危险了 我跟你一起去 你放心 如果你和我一起的话 那目标太鲜艳了 如果遇到危险 我还要费心照顾 对不对 我可是写真难想说的 这点小事 完全难不倒 放心吧 你呢 就乖乖地在这等我回来 放心 赵小杰 我等你 相信我 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 喂赵小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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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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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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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你逃不掉她 你还是杀了我 你不是想见张修齐吗 张修齐没有死 你没有杀她 你看看 那是谁 张修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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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放开我 张修齐 你给我看好了 张修齐 张修齐 我们 又见面了 好久不见 黄一如 黄一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她把自己幻想成 张修齐所写的小说中的人物 张修齐 是她去世的丈夫 你看她 人们全都抵折了 她又一顶 我又不见了 帮我一顶 你送我一顶 一顶 可以送我一顶 帮我一顶 你帮我走 你帮我一顶 你帮我一顶 我一顶 收我一顶 她走 你是谁 张修琪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刘子贤 由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她一直处于深度认知混淆状态 情绪也十分不稳定 伴随自杀倾向 你女儿的情况迟迟不见好准 这样下去 她的病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最终精神彻底崩溃 这位医生啊 请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女儿 其实 有一种认知行为疗法 或许可以帮她 不过 有一定的风险 目前来看 强行引导病人的身份认知 只会让她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 做出极端行为 必须让她察觉不到 我们再管理她的精神分裂症状 简单说 就是她既然想成为刘子欣 那我们就配合她 扮演刘子欣 那医生 她会不会也忘记 自己就是黄一如呢 当病人的身体和情绪 都居于稳定的时候 我们会将她所构建的 这个世界打碎 这种强烈的刺激 或许可以帮助她 完全处理出来 虽然 认知行为疗法 在国外成为主流治疗方式 在我国也越来越被重视 但人的大脑 还有太多未知 您明白了吗 这是家属同意书 和相关资料 您看一下 我是这样想的 与其她现在 疯疯癫癫癫地活着 还不如我们尝试一下 我女儿呢 就拜托你们两个人了 请您放心 谢谢啊 于是我扮演了她的丈夫 苏曼找了她的闺蜜 我和苏曼完整地 呈现了她想象中的人物 黄一如在她幻想出来的世界中 状态逐渐稳定 子欣 恭喜你出院 欢迎回家 谢谢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喜欢吗 喜欢 于是 在评估了她的身体 和精神状态之后 我决定实施治疗计划 引导她 发现我和苏曼出轨这件事 对自己完美的生活 产生怀疑 但是 我却发现黄一如 出现了幻觉 拜拜 安安 子欣 安安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老公 怀孕了 黄一如的行为 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其实 我有点担心 你说她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啊 我们还得继续自己留子欣 没想到黄一如会偷偷跟到这儿来 正好 是时候让黄一如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产生怀疑 什么情况 不好了 黄一如跑了 她跑怎么办 让她跑 这样才方便我们进行下一步 于是 我们清除了所有痕迹 伪造了她梦游的视频 告诉她 那晚只是一场噩梦 子欣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呀 什么精神病院 黄一如的精神世界确实崩塌了 我明白 但同时 她也做出了很多过激行为 这个时候 张一薇出现了 提出可以对我们的治疗给予帮助 这位是我表姐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心理咨询师 张一薇 你好 周医生 你好 我听小曼提起了黄一如这个案子 老实说 我很感兴趣 你的意思是说 能幻想她的真实际 没错 你们不是要摧毁她虚构的世界吗 你们创造的只是外力 但内力才是根本 就让我表姐试试看吧 好吧 不过你得听我安排 绝对不能擅自行动 没问题 嗯 这是黄一如最近的就诊记录 我没想到的是 庄一薇接入后 黄一如的症状变得很不合理 让庄一薇停止接触黄一如 你们东西准备好 就在我决定将黄一如带回医院的时候 她却失踪了 会不会 她去了以前 常和张修琪去的那地方 明天我们分手去排场 正经话事 还有 黄一如以前的家 如果说安安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当我看到张修琪的画像 我意识到 这条方向 已经彻底走向位置 这不是件好事吗 她既然想起了张修琪 那接下来 会不会想起自己就是黄一如啊 张修琪 这是黄一如受到强烈刺激产生的应激反应 和安安一样 这是她的安慰剂 她在修补自己世界的裂缝 也就是说 她的潜意识 一直在和我们抗争 现在唤醒她也未必可行 我们得继续演下去 先把张修琪的问题解决 好 有时候 我总是会怀疑自己 这么做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相信你 我也永远支持你 周平 以前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我向你道歉 你想起来了 张一生给我做了治疗 我想起来了一些事情 张一为还在接触黄一如 你为什么背着我鼓励她去找张修琪 人的情感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 或许这样才能得到你们想要的结果 张修琪只会毁了她 我找你来是让你帮助我 不是让你擅自行动的 黄一如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你的擅自行动会毁了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站在病人的立场上 为他们着想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临床实验 对不起 我不会再接触黄一如了 为了切断黄一如和张修琪的联系 我扮演了一个阴暗深恨的仗 让黄一如关了解 救命你开门 死了这条心吧 不会让你离开我 只没想到 我会有绝世 她怎么突然敢吃东西了 她想让我放了她 去找张修琪 也许 现在唯一能帮助黄一如的 也只有张修琪了 当着她的面 杀张修琪 会不会受刺激 万一她受不了了呢 万一她承受不住 精神就会彻底崩溃 比之前的情况还要糟糕 不过 还有一种可能 她会想起一切 她的情况不容了关 要尽快做决定 那就这样吧 张修琪这根刺不拔出来 我女儿一如的病 也永远好不起来 不过周医生 万一我女儿的病啊 治不好 你们也不要责怪自己 我知道你们都尽力了 谢谢 谢谢 为了让黄一如 把张修琪引出来见面 苏曼故意装作 被黄一如说动放了 她果然去了 和张修琪去过的那家民宿 我们和老板沟通之后 让服务员将窃听器 藏在了床边 怎么是你接的电话 苏曼呢 你不是已经猜到吗 没有人能够逃得掉 下一个就是张修琪 黄一如因为恐惧 将新闻里的经历 投射到自己身上 认为我杀了你 那更好啊 方便我们行动 我有证据 我在客厅书馆上 安装了件事件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太危险了 我跟你一起去 张修琪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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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修琪 你看看 那是谁 张修琪 张修琪 你给我看好了 张修琪 但愿一切都结束了 嗯 嗯 黄一罗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 周医生 之前辛苦你和苏护士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 能看到你好起来 都值得 回去按时吃药 好好休息 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告诉我们 对了 你妈妈今天就可以来看你了 她应该快到了 那太好了 那你先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灯光在山处 掩盖着 早已经留着血 黑的伤口 黄色之中迷惑 冷冷着 做是你还是我 你离开以后 我牵过 揉着灯的守候 不会有 那是梦里的我 却将你紧紧拥抱着 亲爱的张秀琪先生 无论狂风还是抱怨 我都将与你携手一关 快如 你愿意嫁给我 一辈子 一辈子 我每一本小说的第一位读者吗 我愿意 有缘二人的妻子 好遗憾 老公 不想住又不能触碰 离开以后 唯一决动在我身后 喋喋不休 假如我可以不要旋柔 变成石头 就不会 再难受 老公 你又在盘算什么喜奇古怪的主意呢 我敢不敢给我打个赌 有人不敢的 对吗 我同女 不会兜手打我 不会兜手打 让我笑 让我笑 小心 同学 同学 同学没事吧 没点儿子吧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傻 同学 我带你去医务室 对不起 对不起 等一下 黄书 你刚才打我了啊 你说 你打我了 你得做我女朋友 你急事 你急事 还是冰的啊 辛苦你了啊 啊 好甜啊嗯 这边的甜 当然甜 嗯 嗯 蜃鸟 等我掌强了 我一定会给你买个针的 不是我的不要强强醒来以后 看到所有都变成了爱是神楼 不是我的不要强强醒来以后 看到所有都变成了爱是神楼 点点滴滴都随着风变成石头 落在我离开时的角落 不想拥有不敢触碰离开以后 回忆却冻在我身后爹爹不朽 这不可以不让圈柔 手头不会 难受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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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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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吧 那么怪你吗 我 我 我 缓慢着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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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没有求婚呢 你怎么就自己把戒指给戴上了 挺好的 不过哪来的钱啊 我说过 等我以后赚了钱 我会用真的戒指和上次那个几万 你再帮我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等我以后赚了更多的钱 给你买最贵最大的 看到所有都变成了孩子 黄语如 你愿意嫁给我 一辈子做我哪一本小说的第一位读者吗 我愿意 不想出就不能触碰 离开以后 回忆却总在我身后跌跌不朽 不想出带我 如果可以不要确认 会尝试走 就不会 最难愁 老公 哎老婆 来了 来了 快点 阿尔 怎么了 你看都几点了 不许熬夜赶搞熬伤身体 怎么样 走 老婆 为了支持我写小说 辛苦你了 应该的 老公 你千万不要放弃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我呢 一定会成为中国的柯南道 错 是中国的张修琪作家 小说马上就要写完了 它是 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真的 那我太期待了 不过 其实 我 有个更小样的礼物 想什么 老公 我们 要个孩子吧 老婆 骨头儿有灵感 江修琪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老婆 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呢 我现在也不挣钱 这家里就靠你一个人撑着 怎么样孩子啊 我都说了 钱的是不用你操心 我这些年全年无休的工作 除了家里的开销 我还攒了一笔养育基金 我养得起孩子的 别呀 我们二十世纪还没有过够呢 老婆妈 只要就借我告诉你 我马上三十岁了 三十岁生宝宝是我的人生规划 名字我都想好了 不管男孩女孩 脑脚安安 你要不跟我生 我找别人生去 老婆 妈 她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啊 你别瞎说 那她为什么不跟我生孩子啊 能不成 她外面有人啊 小琪这孩子多乖呀啊 哎不过 你别老是欺负她啊 这夫妻之间呀 一定要和谐 妈 我还有事情挂了 来 这个很适合 戴上去 逼你名下票 那是你眼光好 那逛逛别的 好啊 再看看 没问题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洛洛 一如学姐 好久没见啊 你一点也没变 还是那么漂亮 路路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了 你待会儿不是还要开会吗 那我们下次再聊 我带你吃饭去 别吃饭去 别吃饭去 哎呦 又三背痛今天 老婆 我今天太困了 我先睡了啊 你算一睡 晚安 怎么了 生孩子 我今天累了 怎么 和当初暗恋自己的小学妹 逛街逛累了 别不说了吧 我就是知道你今天吃醋了 我和洛洛今天就是在街上偶然遇见的 纯属巧合 偶然遇见 偶然遇见送人家耳环 这 这就是你不跟我要孩子的原因吗 老婆 千万别乱想 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是为什么 这 老婆 你今天还没喝牛奶吧 我去帮你热 上秋奇 我也是有自尊心的 你一次一次的拒绝我 我想那个母亲喝完爱的人有个孩子 我有错吗 这下你可走不了了 我有备用钥匙 老婆我知道错了你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你的小说我删了什么 我要离婚 我要离婚 老婆生日快乐 我在餐厅等你 不接不散 还林 lamp 你注意接我电话了 你走吧 我不会去的 臀部闹闹你别管 我闹大过度好不好 我是长男nik 我就打你们件事 师傅 您怎么停车了 这雨下子太大了 不是师傅麻烦你 我和我老婆约好了 他在等我 这样开下去 我怕我就见不到我老婆了 我劝你还是回市区吧 我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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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哟了